水客走私花样繁多 有通过蚂蚁搬家方式的 也有其他更加隐蔽的方式 深圳海关就查获了一起 利用空的啤酒瓶 藏匿手机的走私按键 当场缴获216部全新的苹果手机 案值80多万元 当天早晨7点钟左右 中英街的一名清洁工 以运送垃圾的方式 将啤酒瓶运送过关 被海关值班人员查获 在检查之后 发现在深色的 进入啤酒瓶里面 每个啤酒瓶里放了三部 苹果手机 走私人员把啤酒瓶 从中部切成两节 再用与瓶子颜色相近的塑料袋 把手机包裹好塞进去 然后用透明胶布 把两节啤酒瓶粘连起来 并恢复原样 这批啤酒瓶一共有142个 其中深色的72个 浅色的70个 两种颜色的瓶子混杂在一起 浅色瓶子里没有手机 而每个深色瓶子里 都装有三部手机 共计216部 其中iPhone4手机32部 iPhone4S手机184部 据涉案清洁工交代 他受雇于一位香港人 一个香港人叫我拿的 他就知道里面是 学生给我两个块钱